作词 作曲 李宗盛 遇见一秒钟像一千年 爱过才能体会 没进度的世界 千万别说再见 就算是幻觉 也要把这瞬间 爱的爱的很美 然后到等待自己出片是2011年 然后再隔了两年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千年一批 对不对 对 应该心情上面有很多的感触 不管是说对这个 这样一个工作的心情 然后还有看待自己 还有对未来 可能也有一些想法 其实我是比较活在当下的人 挺好的 应该是说 我有一点想象不到后面的事情 但我觉得可能因为这股傻 傻劲嘛 所以导致我现在很喜欢什么都摸 就是乐器啊 哦所以你现在也摸了 有触碰什么乐器 我11月30的时候 就是2013的时候 在那个台北有一场音乐会 然后我就自弹自唱钢琴 哦 对然后 然后那个钢琴本来是在最美和声 是那种真的有有重量的 电钢琴 但是还是有 他还是跟在那个钢琴的重量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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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自弹自唱吗 还是演奏 是自弹自唱 就有一段 然后那一段本来是在最美和声的时候 要用的 然后我那时候胆胆轻轻练 然后那时候没有用到 其实松了一口气 但我后面还是有 就想说都练了就把它练完 然后在音乐会的时候就有 就有做这样的演奏 就很完整演奏 他大概是多长的一个 就是 曲目 主曲吗 还是一首歌 没有就是 譬如说一首歌 然后我弹第一遍 然后后面就 Band进来这样 哦 对对对 你就先先前面的intro这样子 对 所以你刚才一直提到最美和声 我觉得 这也是除了 你在亥靖文的专辑之后一个 包括你可能有一些 一些live house 对 甚至说有一些搭配偶像去唱的一些 主题曲 插曲 对那我觉得最美和声应该也给你很多的一个磨练 我我我自己看这个事情虽然我不是太清楚了 但是我觉得 呃对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会去参加 然后呃而且这样子呃呃一路的过关斩将 我觉得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就觉得你很有勇气 你是怎么样去面对最美和声应该我我我我其实私底下也听到宝宝说 你宝宝说过 就是说他其实本来也觉得他说了什么 你应该他本来也觉得好像大家也会觉得你做这个事情 嗯 恰不恰当然后也会怕你会不会能够走走过那个这样的一个比赛 对 那你自己是怎么样的心情去参加这样子 其实现在回头想想一想其实好像真的还蛮有种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年轻人的 我其实去之前我都没有多想 然后一直到我真的看到那舞台的时候 我有一天想说我怎么会在这里 然后 像一场梦 对然后因为我的身份又比较 敏感一点对那些选手来说 因为我是泛泛杰的师妹 啊 对然后又是发过片的歌手 嗯 嗯 那里面其实也有学员是在可能在当地有发片或什么的 嗯 那其实我的心态很简单啦 我是觉得反正来了我就把歌唱好嘛 其实 很好啊 就不当他是比赛 当做是一个让更多人认识我的管道 嗯 对啊 挺好的 其实你先有一个这样比较 健康然后比较没有压力的心态 反而可以做的比较轻松是不是 是没错 那我觉得现在 呃 呃 绝对绝对你也是现在 星海当中一颗 呃 大家会注意到的星星 对吧 在这个千年的EP专制里头 就有一首制造的歌 对 星星 没错 这首歌是和亚军杰合作的 嗯 然后 亚军杰在写给我这首歌的时候 他是特别真的 为了我写 嗯 那 有 就是有聊天 他说 因为他看我一个这么年轻的 小孩 然后就误打误撞的 真的是误打误撞 不是叠叠撞撞 是误打误撞的 就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 叠叠撞撞也没关系啊 再爬起来就好了啊 是没错啊 好啦 误打误撞 就是歌手的路 然后 他就觉得说 因为我 因为 歌手这个身份 嗯 然后 因为工作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会待在家里 嗯 因为我 高二之后上台北 我其实跟我家人就 没有像以前一样 那么常见面 嗯 我就本来感情更好 题外话 好 回来 回来 对 然后他就说 希望呢 他写信心就是因为 就是希望说 我们抬头 就是当我们很累的时候 我们抬头看星星 嗯 然后你就要开始思考说 诶 我的家人和我看的是同一颗 所以其实我们 虽然身在两方 可是两地 但是其实我们的心 是在一起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哦 很有力量 所以 我也很希望听到 这首歌的人 就是如果你和你的家人 没有这么常在一起 这首歌可以陪伴你们 对 好 我们来听这首温暖的歌 曾经文唱的 星星 我们就要 这首歌本东西要归着去 回到那个我最熟悉的家乡里 车窗外的大雨覆盖我的前行 我只想往你怀里 每次分离我都不敢回过头去 因为我怕看见你不舍的眼睛 为我花的爱心 为我花的爱心握在我的手心 我多想在你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我的梦一定有更多惊喜 用我最整的自己唱我爱的歌曲 我相信 我相信 当我每一天抬头看星星 想你对我眨眼睛 陪我熬过了雨季 因为你让我望明天更放心 每次分离我都不敢回过头去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怕看见你不舍的眼睛 为我花的爱心握在我的手心 我多想在你这里 Oh I believe 我的梦一定有更多惊喜 用我最整的自己唱我爱的歌曲 我相信 当我每一天抬头看星星 想你对我眨眼睛 像你对我眨眼睛 陪我熬过了雨季 因为你让我望明天更放心 Oh I believe 我的梦一定有更多惊喜 用我最整的自己唱我爱的歌曲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我每一天抬头看星星 想你对我眨眼睛 陪我熬过了雨季 因为你让我望明天更放心 转身后的泪水不想让你干净 我让想念变勇气 我让想念变勇气 一五五七知你心传递华人情 新的一年新的任务 2014年要邀请听众朋友们 Show me your love 让2014年成为一五五七音乐互动网 热闹互动的一年 我们要听见你们的声音 耶 那即日起呢 只要在现场节目时间 扣音进来 点播一首祝福一五五七生日快乐的歌曲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精美小礼物哦 哇哦 赶快Show me your love 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范范范维琪 这里是一五五七音乐互动网 其实今天很想多播这个建文的歌 像这个期内EP里头 还有一首歌叫第一时间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觉得刚提到了范维琪 范范应该在你的这一个音乐路程上面是 呃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对不对 还蛮重要的 对 其实很重要啦 因为呃我 签给红根之后 然后也是在范范姐的 引荐下 然后进了现代的唱片公司 所以 我觉得缘分很奇妙 是 我也觉得 就是 难怪我碰到她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好像对她有无限的感谢 哈哈 而且她是一个很棒的人 哈哈 而且我 我知道敬文也是因为 呃 你支撑你一个心中 心中很很重要的那样 因为那天我去参加你那个音乐会 你在 你本来说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感谢的人 我本来以为真的是什么人 结果是 我们的天主 我们的上帝 对 对 那个其实也让我想到 其实那时候从从 呃东部啊 花里到台北来 念书工作的时候 其实也常常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也是祷告嘛 所以 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也是 是藉由这样的一个让自己有力量再继续走下去 这样子 其实这是 支撑我很大的力量 对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抱着就是说 把这些 帮助我们的人 啊 把他对他们的感谢 然后 啊 付诸在我们的这个 啊 每一次的一个态度上面嘛 对 那尽力去工作这样子 去生活 没错 对 然后我们的千年EP专辑里头还有一首歌 还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对 第一时间 没错 这首歌反正 但是 比较不像 以往会表现的我 因为比较 轻松可爱 自在一点 就感觉 比较轻松可爱自在吗 啊 这是你给我的印象啊 好啦 其实是轻松可爱 但是我是有点不自在 哈哈哈 我告诉大家听一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到轻松可爱 但是的确还是有这么一点小尴尬在里面 那尴尬是来自哪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哈哈哈哈 好吧 我们来听这个有点自在 又有点不自在 啊 有点帅帅的尴尬的 好不好 第一时间 曾静伟 我踏上了时间 抬头仰望 闭上眼 是你笑脸 微风轻轻仰望 暧昧 这感觉 好新鲜 又不小心 像你如蜜 直到刺眼我们的一厢剧情 能不能不要有安全的距离 能不能不要有安全的距离 一步步向你靠近 第一时间 奇怪你 我们有没有默契 不用开口我说明 就会自然牵手 然后在一起 第一时间 想到你 新的旋律 不够又不定 遇到你 鼓起勇气 浮上奋浊的深呼吸 你 又叹气 又叹气 你在哪里 打了喷嚏 难道不懂我 就会自然牵手 说得像年纪成群 起声报告 说着暖和的天气 是两个人的贴近 第一时间 是幻底 我们有没有默契 不用开口我说明 就会自然牵手 然后在一起 第一时间 想到你 新的旋律 不够又不定 遇到你 鼓起勇气 不想困住的深呼吸 又叹气 我想唱首歌给你提音 把没说的都成定 第一时间喜欢你 我们有没有默契 不用开口我说明 就会自然牵手 然后在一起 第一时间 想到你 新的旋律 不够又不定 遇到你自己勇气 不想困住的深呼吸 又叹气 我大概可以知道 为什么有一点尴尬跟不自在 因为这首第一时间里头 静雯感觉上必须有一些 比较女人味的感觉 有吗 制作人是谁配唱 那个文歌 我们公司的制作人 哦三首歌都是同一个制作人 我想一下哦 就三首歌啊 不是 是没错但是 对 因为某时候两位制作人 对其中 两首歌是和文歌一起 天年跟这首歌 对 然后 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正值比赛最累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从北京回来的时候 我其实也没什么睡 然后 你知道女生嘛 一个月 哦总有朋友来 对 然后那时候真的很累 然后 又要装可爱 我真的是 哈哈哈 我真的是想说 哈哈哈 想说爱 可是也刚刚好 其实我的经验是说 有的时候反而在最累的时候 或者是整体最弱的时候 你反而那个爆发出来的那个力量 反而是另外一种光芒 所以我刚刚其实听到第一时间 我反而听到的是一种 你说疲累吧 但是我觉得反而 可能是因为那样的状态 然后 会比较 想表现更好 所以其实有不一样的那个 那时候文歌 在你唱第一时间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就是口气上面会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制作人有的时候会 对啊 会有一些方向吧 就是跟你 其实我跟文歌合作非常 非常能学到东西 哦 嗯 因为其实我在 文歌的全名叫做 蔡上文 蔡上文 因为在录第一章的时候 我 我其实还有很多不足 我知道 然后 经过比赛 然后在录到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某一部分我想 我应该有达到他想要的要求 那在感觉的部分 他其实没有太 太去琢磨在这上面 因为他觉得 其实快乐是每个人都有的 哦不同的展现方式 他反而是希望在 录音的某一些技巧上啊 比如说 可以声音再唱出来一点 拍子更好 他觉得那个愉悦感 就会出来了 哦 对对对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 你不要刻意去想说 我要做出什么情感 嗯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的咬字啊 你的那个节奏的点 对 对了 可能对我来说 在快歌上面 先要要求到这个 才有可能要求到 情绪 嗯 对 因为我以前都唱慢歌比较多 嗯嗯 对啊 然后你这个又让我想到说 其实在你的 《亥金文》专辑里头 十首歌对不对 没错 那是有几个制作人 就是配唱的时候 哇 好多吗 还蛮多的 好像有四个五个 那几乎两首歌就是一个制作人 差不多 我我其实还那时候很 我很喜欢那个母母 因为刚提到说 那时候去参加你的那个记者会 那我在前两天大概就是听了母母这首歌 哦我就觉得 呃 就让我自己想到我 我小时候回回这个家乡去的时候 是然后是真的那个在排完组里头 Vuvo Vuvo就是代表其实就是我们称祖母 或者是一些长辈 呃长辈女性的长辈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Vuvo其实 代表的也是一种 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我我很喜欢这首歌 而且我 一直觉得这也是曾静文 呃到目前来讲 还是非常非常代表性 我不晓得你对这首歌的感情是怎么样 嗯 其实我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洪恩 嗯 对然后 其实因为洪恩可能对于 他一直对于想要推广 呃原住民 嗯 的文化这一块上面有很大的使命 嗯 那 在跟他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对家乡的感情 或许没那么深厚 只是实话 因为我没有在 在那边成长生活 对 对 我一出生就在 比较市区嘛 就大气 所以 在上这首歌的时候 我没有特别去想 嗯 然后可是 第一次配唱的时候 我就 默默流下眼泪 就是他有一种 他唤起了我心中一种很自然的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一块的 对家乡的情感 你的灵魂的协议里头 哈哈哈 这个是 这个是无法磨灭的 对就是有因为我们有有这个 有这些 长辈才会有现在的我们 对 我其实很感谢这首歌 对 让我让我突然觉得 身为原住民 我以前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 嗯 没有觉得不好 也没有觉得很好 但是因为这首歌 我就突然觉得很骄傲 就是哇 原来我有一个这么 这么特别的血 血液在我身上 就是 就是 可能我的长辈他们有很多故事 然后才会一直到现在 然后有我 就是那个始源有很多故事 然后 我就真的很感动啊 对 但是你讲到现在我就会觉得像 呃 我们 也不过就是 两代对不对 然后可以可以在同一个家族 然后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出出唱片 对 我觉得明明当中好像也都是老天爷安排 还有我们的这些福福的保佑这样子 对 那所以今天在这个跟建文聊天的最后 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包括曾建文的母母 还有淑琴 对淑琴来讲 意义非常重要的鲁冰花 嗯 就用这两首歌呢 作为结尾 然后 也祝福 这个静文 这个静文 未来的音乐旅程上面 音乐互动王 新年快乐 耶 Happy New Year OK 未来的母母 那会不会比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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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